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可杀人 杀人的必被判罪 可是我告诉你们 凡是向弟兄发怒的 必被判罪 人若说弟兄是拉家 必被公义会审判 人若说弟兄是魔力 必难逃地狱的火 不可杀人是就业十条 杰命中的第六条 在律法中与这条 杰命伴随的有不可杀人 如果你删了某个人的一只手 你要被惩罚 还他一只手 伤他一只眼 就要偿还他一只眼 伤他一只牙 就要偿还他一只牙 伤他一条命 就要陪他一条命 一个人会去伤人害命 可能是出于预谋 可能是一时的冲动 也可能是意外 律法有提到执行审判的时候 要从删人的利器 作为被告杀人动机的凭据 如果被告有谋害或是杀人的动机 那就要以死刑来处理 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杀人的动机 大都是出于仇恨和愤怒 基督徒若要遵守这条律法的精神 或是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 就不单只是禁止不可杀人了 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语 我们不能向弟兄发怒 用羞辱的言语来伤害他人 因为这样做也要受神的审判 容易动入是救生命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和帮助 因为各罗西三章说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就是恼恨 愤怒 恶毒 毁犯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与人交往要以爱心与和平为基础 所以在任何时候发生争吵 如果我们有错 就应该承认自己的错 就算自己对 也应该寻求和好 如果你是动怒的那一方 就要禁止舌头不杀人 如果你是引起对方生气的那一方 耶稣吩咐说 你要在奉献给神礼物之前 先去跟这位弟兄和好 因为与人的矛盾会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祷告 慈爱的父啊 帮助我不寒怒到日落 帮助我以你的爱和和平与人交往 让我摆脱内心的愤怒和烦躁 让我口头的话是用来尽力人 而不是拆毁人 在我承受压力的时候 帮助我保持温柔 在我生气的时候 保守我不堕入自探 愿你的光照我 赐我平安 让我常常思想耶稣基督也曾经经历羞辱和不公平的对待 好叫我能从愤怒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给我勇气面对 给我爱心不报复 给我智慧去处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